各位弟兄姐妹 我们又在圣灵的同在里面 在这个时候 我们要再次的经历 圣灵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工作 我们要从神的话语中 再次听到神给我们 再次成为我们的幸福的光照 我们也希望你 而祝福在我们中间所有的家 不光有什么情况 今天我们再次的 来成神上的生活 更大的幸福 可能现在你在等待一个机会 你在等待一个改变 你在等待一个神迹 我相信今天神的话 也会成为你的亮光 成为你的帮助 可能现在我们卡在一个死胡同的里面 我们尝试过很多次 也没有办法走出来 也可能我们在一个停滞不前的 一个发展的项目的里面 我们再次的 今天 千万我们自己来到神的面前 我相信神的话 也会再次的给我们更大的亮光 更大的帮助 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 Amen 我属于你 你是我永远的福分 只想日夜在你脸中 牵上敬拜 丁尽在你的荣美 世上一切变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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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你意外 我还能有谁 主要我属于你 我属于你 你是我永远的福分 只想日夜在你脸中 牵上敬拜 丁尽在你的荣美 世上一切变默 除你意外 我还能有谁 能不能 就让我留在你的痛在里 能不能 赐我力量 让我更多爱你 我哪都不想去 只想日夜在你脸中 牵上敬拜 全心却依赖 爱你 再唱一词 我属于你 我属于你 你是我永远的福分 只想日夜在你脸中 牵上敬拜 丁尽在你的荣美 世上一切变默 除你意外 除你意外 我还能有谁 能不能 就让我留在你的痛在里 能不能 自我力量 让我更多爱你 我哪都不想去 只想日夜在你脸中 牵上敬拜 全心却依赖 全心却依赖 爱你 能不能 能不能 就让我留在你的痛在里 能不能 能不能 自我力量 让我更多爱你 我哪都不想去 只想日夜 只想日夜在你脸中 牵上敬拜 全心却依赖 我爱你 能不能 我爱你 就让我 就让我留在你的痛在里 能不能 自我力量 让我更多爱你 我哪都不想去 只想日夜在你脸中 牵上敬拜 全心却依赖 牵上敬拜 爱你 我哪都不想去 只想日夜在你脸中 牵上敬拜 全心却依赖 牵上敬拜 爱你 雅各书 里面有很多 我相信 是神 对当时候 散布在各处的 信徒的 给他们的一些的话语 特别是给 在教会里面的 这些的信徒 应当 应当 某一些教会 发生了很多 对立的事件 所以呢 雅各 信心去相信神 去传福音 主要是 教会主要是 基督在地上的代表 所以呢 信徒呢 应当把内容呢 用信心去活出来 把真理用信心活出来 所以呢 之前有说到 如果信心 没有行为 它就是死的 如果教会只是 一直 都讲真理 却没有 用行为 用善行 在社会 在人群中 活出来的话 信徒的生命 也没有改变 也对神 没有信心的话 没有善行的话 所以 这个是 教会是 不会有影响力的 当时候的信徒呢 应当有很多的 这些的对立 我们来看 雅各书 第四章 第一节那边说 教会里面他们 反目 他们彼此的反目成仇 互相的斗争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某一些人的嫉妒 某一些人的自私 不能够让别人比自己强 不能够接纳 跟自己不同样的意见 也 以貌取人 可能是他们身份的阶级不一样 有钱跟贫穷 有知识跟没有知识 甚至可能有一些名望的人 自己的盲点看不见 也可能有一些比较身份普通的人 给一个好的意见 所以呢 造成了教会里面 有很多的嫉妒 纷争他们说 贪心啊 他们得不到就去杀人 他们嫉妒 得不到就互相斗争 彼此的反目 他们不是来到上帝的面前 来向上帝祈求你的吗 他们反而是 用了属世 世属的血气的 甚至是属魔鬼的那种的方式 人的方式 要来解决这些教会的属灵的事情 其实解决不到 如果你要用 人的方式 人的经验 来 有一个超自然的作为的话 那是很难的 那是 你应该要回到真理 因为 所有的一切 看得见的 所有一切 在世界上发生的事情 都是从看不见的而来的 起初神说 圣灵运行 神说 你就 这个世界的万物就这样出来了 所以看不见的是 主导着看得见的 所以很多时候他们没有祈求 他们都用这世界的方式造成了 很多的这些教会的这些不平衡 早知道 教会一定会忘记了小组的成长 生命的改变 福音的广传 教会的发展 所以 他们在教会里面都忙碌什么 忙碌斗争 忙碌比较 忙碌低 这个批评跟论断 这里还甚至说到什么 他说 这些人的冲突 真实 你知道吗 很多时候真的是 因为骄傲 你看 他接下来这边说什么 他说 第四节他们说 你们这些对主不忠的人 不忠心的人 难道还不明白 以世俗为有 就是以上帝为敌吗 你们这些 以世俗为 为有的 世俗化的人 等于是上帝的敌人 你知道吗 然后 他这边也说到 第六节那边说 神 抵挡 骄傲的人 且恩待那些谦卑的人 所以我们要服从神 抵挡魔鬼 魔鬼就必逃跑 我们要亲近神 神就必亲近我们 有罪的人 你要洗干净你的手 三心二意 三心二意 一直琢磨不定的人 要洁净你们的心 要悲哀 忧愁 痛苦 要把 这个欢笑转为 悲哀 把欢乐转为 愁苦 你们要在主的面前谦卑 祂必使你们升高 这里首先我要跟大家说 我们不要成为神的敌人 很多时候我们不小心已经 不知不觉成为神的敌人 神的敌人就是那些 斗争 反目成仇 不爱和睦 然后 冲突 夫妻的冲突 小组里面的冲突 领袖领袖之间的冲突 人与人之间的 这些的斗争 打斗 甚至我相信当时候教会的 有一些人还大打出手 他们因为个人的欲望 个人的骄傲 不能够让别人比自己强 导致了这些事情的发生 亲爱弟兄姐妹 亲爱的家人们 如果今天在我们中间 我们来看一谈 我们谁有真实 谁有冲突 谁有这个反目成仇 我们哪一个东西 关系闹僵了 其实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 我们是其中一个party的话 我们已经成为了上帝的敌人 你知道吗 我们很难从神在领受恩典 在领受更大的恩典 我们看我们在哪里 以神为敌呢 骄傲也是上帝所抵挡的 你说是上帝的敌人 骄傲什么意思你知道吗 一只都 别人好 对他来讲 他不欣赏 他不拍手 他会 甚至讲一些批评论断的话 会在鸡骨里面跳 会在鸡蛋里面跳骨头 很好 我做得更好 谁谁谁更好 这就是 基督 骄傲的人呢 是不能够 让别人强过自己的 骄傲的人呢 喜欢听别人的掌声 骄傲的人 听到别人去 赞赏别人的话 听到别人去 肯定别人的话 拍手给别人的话 他心里面不舒服的 有人比他做得更好 做得更强 他心里面就不舒服了 有时候人家未必强过他 但是有人肯定他 有人肯定 那些人被肯定 被赞赏 他心里面骄傲的人也不舒服的 所以你知道骄傲的人呢 他一直要跟人家比较的 骄傲的人是什么样子 他没有立场 总之就是他讲的理由 讲来讲去讲来讲去 他没有讲立场的 他们也不在乎对错的 总之是要表现自己而已 让自己有机会讲话 让自己可以发挥 没有机会发挥的时候呢 他就会说这个 他的意见不好 想办法去证明他的不好 这里面就是人里面有的骄傲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情况 问一下旁边的人 你有没有这样的情况 我们 你要知道就成为 这样就成为神的敌人 是神抵挡这样的人 会使他降悲的 这种是属地 属血气 属魔鬼的人 有这些 情欲在我们里面 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 求圣灵再次的 在我们里面来帮助我们 要成为一个谦卑的人 要去抵挡魔鬼这些作为 怎么样呢 我们 从圣经里面 从这 雅各书第四章 我们一起来看 怎么样从神得到 得到更大的恩典呢 这边说 很多人没有向上帝祈求 你知道吗 这个第二节 跟第三节那边 因为他们求也得不到 有些人 没有求 有些人求也得不到 为什么 乱乱求 忘求 按着自己 只是为了自己的满足 哦 神啊 让这个 他失败吧 这样我才有机会上位的 神啊 OK 这些人 不要帮助他们成功的 不要帮助他们全力 不要给他们有发挥的机会 神啊 给我强过他 神啊帮助我 OK 我 我的作品 会好过他 神啊 让他 出现问题 这种就是 忘求 你知道吗 让我们等下去打抢成功 让我的赌博 让我的 让 让我的这个 这个 我所投的一定 一定赢 这些就是忘求 上帝不会听我们的祷告 因为 动机不纯正吗 求也不会得着的 所以我们怎么样 那从神得到更大的 恩典呢 一 有纯正的祈求 按照纯正的动机来祈求 什么叫做纯正的动机呢 不绊倒人 让神得荣耀 和睦 让大家都得好处 可以viming situation 让所有的人都能够 认识到神 就算在困难中的人 他输了 他也会认识到神 他赢了 他也会向神感恩 我们要 祷告的 不是为着 属世的事情 来 来祷告 让事情这样变换 重点不是 谁对谁错 谁多谁少 多跟少都好 不管怎么样的好 这些人 都要让他们 经历到神 认识神 他们能够继续的 相信神 有真理成为他们的帮助 他们都能够成为信徒 我们这样的祷告 就没有错 所以 一 我们怎么样 从神得到更大的好处 一 我们要向神祈求 让所有的人都能够经历神 第二 谦卑自己 谦卑不是自卑的意思 不是什么东西都很惧怕 不讲话 然后不敢表达 然后不敢尝试 就是 这个不叫做谦卑 你知道吗 自卑不要 不是谦卑的意思 不是要打扮到自己 这个很可怜 然后很贫穷 OK 然后走路的时候呢 一直不敢看人 看地上 然后 常常呢 觉得自己要弯腰的 OK 不是这个意思 就是 谦卑不是要做到自己很懦弱 你知道吗 谦卑是 常常呢 去肯定别人 去标榜别人的好处 给鼓励别人 一直在肯定别人 这个就是谦卑的 你自己可能强过别人的 但是呢 我还没有出场罢了 所以你有某一方面强过别人 你有某一方面多一个别人 但是 我们仍然会去肯定欣赏 会去感谢 那一些比我们少 比我们弱的人 这个就是有谦卑在里面 可能 你有钱过他 你还是会去欣赏他的富有 你还是会去尊荣这个人 甚至去尊荣那些穷人 就是有谦卑的 这就是谦卑的 谦卑 是一直鼓励人去经历神的 谦卑的人一直会觉得自己不够好 要更好 不是贬低自己 不是负面的想法 是觉得自己才有一点点的小成就 自己还是不够好 还是有很多弱点 还是有很多不足之处 还有很多改进的空间 这个就是有谦卑的理 这个人就有谦卑 而且你做的还是比我更好 没有啊 那个人其实命运比较好 你的也很有创意 总是赞赏别人 也不贬低自己 总是肯定别人 也不是 也不是 一直 一直自吹自擂 一直标榜自己多厉害多厉害多厉害 不是 OK 如果从神得到更大的恩典 第三就是要亲近神 刚才像神祈求 很多人都祷告 但是没有亲近神 上面说什么 你亲近神 神就亲近你 亲近的意思说是 你会离开别的 别的东西 你会跟他有个距离 你靠近神 你要走向 你要跟某一个人亲近 你要跟你旁边那个人 很靠近他 你是不是眼离另外一样东西 所以说 我们一定会眼离手机的吗 我们一定会眼离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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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扰的地方的吗 你会 找个安静的地方 然后 没有人 在旁边干扰你 你就容易亲近神 没有引诱 你就容易亲近神 你一定会 离开某一样东西 你离开你的忙碌 放下你的忙碌 你去靠近神 亲近神的嘛 这个叫亲近神 在我们中间已经 谁很久没有亲近神 没有花时间 安静在神的面里思考 很多时候 读圣经 不是亲近神的 不一定是亲近神的意思 很多都读 研究圣经 没有去研究 没有去亲近 话语里面那位神说话 说这些话 写这个圣经的神 你会去赞美他 你会亲近他 你会依偎在他的里面 你会一直 在他的旨意 在他的国度上面 来为神祷告的 你还是会向神祈求的 你会自动 为你身边的人来祈求 让他们也更幸福 你会为神的国 神的教会来祈求 复兴来祈求平安的 那些人 可能已经很富足了 你会让他更富足 这个就是谦卑 亲近神的意思 最后呢 如果你没有这几样东西的话 你要悔改 要悔改 要改变 如果你自己是 一直很喜欢斗争 很喜欢批评论断的 神喜欢讲是非的 没有 都是 没有造就别人的 你要改变 在我们中间 你可能在某一个project 某个事情上面 你期待着神给你更大的开路 更大的供应 更大的帮助的话 更大的提升的话 一 你要向神求 二 你要谦卑的来亲近神 OK 你要谦卑 你要亲近神 你要重新的悔 悔改 不一定是做错 改变 改进 某个地方做得更好 不好的就要改 改得更好 更完善 这上帝给你的话语 阿们 好不好这时候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起来祷告 圣灵 你祝福祂 祝福祂 祝福祂 祂会脱离困境 祂会变得更好 我奉耶稣的名 祂身体要健康起来 祂要继续为神的活 每个气息都要归给神 每一天都要向神感恩 奉耶稣的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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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 以你恩典 我生命已被更新 无限感恩充满我灵 无法用言语来说明 以你恩典 赐予我美丽生命 如今我活着 只为荣耀你生命 以你恩典 我生命已被更新 无限感恩充满我灵 无限感恩充满我灵 无法用言语来说明 以你恩典 赐予我美丽生命 如今我活着 只为荣耀你生命 天父 我们感恩有你的话语 成为我们的旨意 成为我们的那面镜子 让我们 我们在自我的盲点的里面 我们看见了我们自己 我们求你再次的 在我们里面帮助我们 圣灵要求你从各方面 进到我们的里面 再次的刚抢我们 我们重新的改变我们自己 我们要谦卑的来祈求 来亲近 神我们期待你更大的恩惠 你会降临在我们的家人的身上 更大更健康的身体 更大的富足 更大的平安 更大的喜乐 和睦 和一 刚强 复兴 会领到你的家 领到你的事业 你的学业 你的学业 你的团队 你的教会 我奉耶稣的名 今天我们在这里祷告 我们 不要成为上帝的敌人 我们 要成为 经历上帝恩典 为上帝做见证的仆人 Amen 谢谢你 愿让我们的敬拜 听我们的祷告 祝福 我们的家人 现在直到永远 如果你在这平台得到帮助的话 努力你 下次把更多的人 带到我们中间 让我们一起来 经历圣灵的大能 上帝祈福你